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之前在IG story post了我自己煮的手撕雞喇沙之後 很多人問我拿食譜 所以我就拍片分享 其實不是一些難的東西 很容易就可以煮到比美外餐廳做的喇沙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材料已經放出來了 這裡可以煮到三至四人份 湯底方面會用這些在印尼店裡買的醬料包 然後有一盒椰漿和一支香蠻 麵底我會用油麵混米粉 因為在新加坡的時候都試過這樣吃 配料方面個人喜好 一定要有豆泡 我還加了魚蛋和魚片 經過海鮮檔我看到有新鮮的青口買 我就問依依可不可以只買三隻 他有真的給 所以我就買了 說明手撕雞喇沙怎麼少得雞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雞 還有一些薑和蔥 第一步就是先處理雞 我就會先拿去洗一下 然後我就會去除一些我不會吃的步驟 你看到我的刀工就是不見得人的 雞腳其實沒什麼肉要撕 所以就斬了它 但是我斬的也不斷 然後雞翼尖也是一樣沒有肉 所以斬了它 雞屁股和附近的皮都很肥 所以全部都會切走 然後就準備薑和蔥了 薑我洗乾淨它 然後披掉皮 然後把它切一片一片就可以了 蔥也是一樣洗乾淨它 之後我就會切開一段一段 那就不用切太細段 把剛才的薑片和蔥段 全部塞進雞裡 就大功告成了 暖塞也可以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蒸雞了 不要以為我煮東西吃很厲害 其實我也是隻手隻腳 所以如果我都煮到 你們也可以 蒸雞就要視乎雞的大小 通常蒸15至20分鐘都夠 然後我會關火焗多5分鐘才開蓋 一打開出來是超級香的 因為我家裡沒有蒸爐 而且鍋子的蓋子很扁 所以我用了煲湯去蒸雞 蒸完雞出來就要放冷 然後剛才碟底會有些雞油 不要浪費了 我會用來炒菜 晚上什麼盡其用 爸爸 是不是雞雞 是嗎 不准啦 沒有啊 是 待會吃了再告訴你 攤了半小時以上 雞沒有這麼熱 就可以開始手撕這個過程 其實是毫無技巧可言 你看到有肉的地方 就撕掉它 撕到碎碎就可以了 這次的湯底是用喇沙比較重口味 所以不用買一些貴價的新鮮雞 用普通的冰鮮雞已經可以了 而且用這個蒸加焗的方法去蒸雞 肉是超嫩滑的 我煮過這麼多次都沒有熟過手 為什麼會有三碟 就因為它兩個 一聽到蒸雞一聞到就味道 超級瘋狂 走吧 就是這裡啊 你的碟牌 這裡操 看你這麼貴等了這麼久 讓你吃一塊吧 是不是很棒 手撕雞的部分完成之後 就要煮麵了 米粉我會等到它剛剛好散開 剛剛熟的時候 就會把它夾起來 煮完米粉就到油麵了 我會在水滾的時候 全部放進去 然後灑它大約一分半小時左右 然後用沙機 倒水 停乾它 就完成了 煮麵也是沒有難度的步驟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湯底了 拿一支香茅出來 前段和尾段我會斬少少 然後把它斬開一半 拿刀不斷拍鬆它 然後我會再斬多一半 因為外面吃飯的湯底 都好像是這個尺寸的 然後就拿醬料包出來 剪開它 全部倒進鍋裡 這一包醬料之後加了水 大約可以有五碗那麼多 下了醬料之後就可以開始加熱水 醬料包上面寫著要1500ml 但我試過大約在1100ml 味道會比較濃郁 之後我就會用筷子一路 撩開鍋底 因為我怕剛才的醬料 如果黏住在下面又沒溶 一會兒焦了就很麻煩 然後我會放剛才的香茅下去 然後再撩一撩它 等它滾 當它滾了之後 我就會吸蓋 然後等它煮大約8分鐘左右 在這個等待期間 就可以處理配料食材 其實用什麼都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喜歡這種白魚蛋 因為它的口感很爽 豆泡吸湯就是一流 切開一半就可以了 然後魚片就把它切開一片片 攪拌完之後 湯底應該都差不多了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加椰漿 這裡一盒大約有200ml左右 椰漿的份量真的不能節省 因為要加足夠才知道湯底不太辣 而且比較香濃一點 現在聞起來是跟外面的湯底一樣的味道 剛剛加椰漿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塊一塊 但不用擔心 因為它們之後會溶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加配料了 我會先加了魚蛋 豆泡那些 青口之後才加 因為如果現在已經加了 一會青口太熟了 肉就會變硬了 好 那我們的喇沙就已經煮好了 是不是超容易 當配料熟的時候 我會把它夾到碗裡 排好漂亮 像外面街吃一樣 排到有擺盤的感覺 到真的要吃的時候 才會加湯 因為我不想麵 一直被湯浸著 全淋 所以就之前不會加 吃的時候才加 好了 今天這個超級豐富的 手絲雞喇沙就已經完成了 看下去和吃下去 跟外面都沒有什麼分別 湯也是超級無敵香的 唯一有少許不同 就是可能沒有外面街吃的那些 那麼稠 但是呢 都已經很好吃了 我一直在拍照的同時 Chopper一直在用手捏著我 說要吃東西 先坐好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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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呢 對了 五五 對了 再一次 嘩好厲害 坐好 對了 我們有什麼 雞雞 很美味 好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最近疫情這麼嚴重 大家都是多點留在家 少點外出 所以 通常都煮多了食物 如果我都煮到的話 大家一定可以的 這個純粹是分享 不是教學 叫不專業廚房 就知道我這些 摺手摺腳的人 不做的 對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六間三點 逢是日間十二點 好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